來吧 Hello 歡迎回到Audrey in Japan 這一集會自家遊去到東京近郊的熱海和伊豆 由於已經是午餐時間 我們先去休息站吃午餐 海老明SA 是一個我經常會去的休息站 地方非常大 在海老明市的東名高速公路上 是神奈村縣唯一的休息站 裡面有很多餐廳、小食店和賣手信的地方 首先買的是炸竹鴿魚 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包括牛油醬油、蛋黃醬、咖喱等等 今次叫的就是蛋黃醬口味 室外也有不少攤檔 看到很多人排隊的海老明茶屋 售賣各種的章魚燒和蝦子燒 蝦子燒還寫著是海老明的名物 兩款都有幾款口味 叫了一個章魚燒和蝦子燒的combo 另外還買了一個富士公燒蕎麥麵 上次吃過TOKYO BANANA的咖喱蒸麵包也不錯 室外有一個美食廣場 可以選擇不同店鋪的美食一起吃 麵包店人氣第一位就是海老明脈包 還可以外賣的 這裏還有熟成燒花鼠自動售賣機 卡羅比廚房還有現場烤的各種薯片 除了食物 這裏還有少許的遊戲設施 章魚燒和蝦子燒比較 個人就比較喜歡吃章魚燒 卡羅比薄餅薯片真的超級好吃 芝士魚餅很好吃 但燒橋麥麵就比較普通 菜肉包都非常好吃 老公還叫了牛小排 豬利牛腰和豬肉卷 串燒都不錯 我就推薦豬肉卷 裡面就包了沾了醬汁的飯 熱茶熱水和凍水都是自助的 吃完我們就繼續行程了 天氣真的非常之好 大家自駕遊的時候 可以留意路牌或者導航 通常都有標示幾多公里外會有休息站 SA Service Area 對於PA Parking Area來說 一般都會比較有規模和多元化 通常購物和飲食娛樂都一應俱全 PA 大約15公里就會有一座 而SA 大約60公里 但在日本PA其實已經很不錯 去過廁所買杯飲飲休息一下 完全沒有問題 對於靜岡縣的熱海 是可以當日往返東京的溫泉聖地 從品川搭東海到山陽新幹線 大概40分鐘就會去到熱海車站 搭普通列車就大概要2小時 開車的話大概過半去到2小時 臨海的熱海除了溫泉之外 還可以在海邊稀水曬下太陽 在商店街漫步和品嘗各種美食 夏天的時候還有熱海灣的煙火大會 所以就特別吸引了東京的人 周末來過小旅行 今次住宿的是Hatopia熱海 熱海站會有穿梭巴士直達酒店 大堂旁邊的咖啡店 風景是一望無際的雙無灣 天氣好還可以見到初島 帶大家參觀一下房間 今次住的是和室 景色真是一流啊 還有然後再下加漏 講完 飽車 дет的藍衣服 發燭 拋在牡丁的設備當然不少 房間有洗手間 但洗完就是要到大肉場了 酒店還很貼心地準備了兒童牙刷 洗手用品和毛巾就需要由房間自己帶去大學場了 Check-in完我們就開始一天的行程了 Rolling Roasters只會在某些星期六日的早上6點至9點 和下午2點至5點營業 不想摸門釘就記得要去店舖的Instagram去查詢營業時間 咖啡店只會賣得到QGrader認證並且附有證書的咖啡 在日本這些咖啡店都比較稀有 QGrader就是國際咖啡品質減定師 是國際承認並且通用的咖啡品減標準 而咖啡師本人都是QGrader的證書持有者 和普通的咖啡師認證不同 QGrader更偏種咖啡杯測、山熟豆的檢測、 咖啡控盤的檢測和感官評價等等 不同咖啡的價錢就是由QGrader的評分去決定 例如89至89.99分的咖啡就需要1310N一杯 連接餐廳或咖啡的公共WiFi 很多時候都有安全的隱憂 建議最好就使用VPN 防止黑客襲襲擊和導出個人資料 向大家推介Surfshark Surfshark VPN還可以解鎖區域限制 例如大家經常看的Netflix和Disney Plus 只要用VPN就可以看到其他國家限定的影集 是不是很實用呢? Surfshark VPN月費都只是一件蛋糕的價錢 最重要就是一個帳戶就可以連結無限的裝置 輸入優惠碼Audrey in Japan就可以享用1.7折的優惠 訂購2年還加送3個月 還有30日退款保證 現在就開通你的VPN帳戶了 咖啡店去年才開業 木系的建築十分配合山上的環境 外面還有露台可以欣賞風景 離開咖啡店 下一站我們就去親水公園 公園的停車場30分鐘只是100日圓 或者可以在JR二海站 乘巴士去到Sun Beach站 親水公園是以地中海北部的 度假升地為南門的公園 海風二人 由於熱海市和意大利北部的聖雷莫市 是姐妹城市 而且由於地形和使用的相似性 熱海市就被開發成為 地中海北部度假區的形象了 雙年區域還模仿了 意大利南部的拿波里 種植了花草樹木 無論是當地人或遊客 這裡都是散步、日光浴和拍照的熱門地點 相傳在熱海的Moon Terrace告白 願望就會成真 如果兩人將手放在戀人聖地的紀念碑手印上 並且宣誓愛就會結婚 戀人聖地相傳不單止對情侶有效 而且單身的也很有效 如果是女人就放右手 如果你是男人就放左手 下次來熱海的時候就會兩人來了 親水公園旁邊是種滿椰子樹 400米長的海灘 夏季的夜晚就會有點燈活動 也有很漂亮的煙火大會在海上舉行 帶有懷舊超和氣氛的熱海銀座商店街 是熱海必到的景點 除了老店之外 還有不少新興店家 例如海鮮店和咖啡店 為這區帶來活力 大家可以在JR熱海站乘巴士去到本丁商店街下車 走兩分鐘便到了 這裡有幾乎成為了去到熱海必食的葉門手信 熱海布甸 熱海布甸cafe second 2號店 以醋醣為主題去包裝 融入了熱海溫泉街的懷舊氣氛 早已成為了IG的打卡熱點 這裡有賣不少以粗糖為主題的精品 玻璃瓶上面就是一隻河馬的圖案 熱點的醬就是另外包裝的 熱海布甸包括了 焦糖味、鹽味、草莓味和淨光綠茶味 而芝士布甸就有莓味和特龍咖啡味 其他甜品還包括了2號店限定的 布甸pafé 還有momblum和布甸蛋糕 除了糖食都可以外賣 一個小時內吃就不用用冰包了 如果兩個小時以上就要付錢買冰包 叫了焦糖味的熱海布甸 和芝士布甸特龍咖啡味 真是超級幼滑香濃 焦糖味是混合了2種焦糖的特製焦糖 襯托出布甸的醇厚和苦味 而芝士布甸就是用來自北海道的Mascarbon cheese 還有normu布甸 也就是可以喝的布甸奶色 裡面還有又甜又苦的焦糖果凍 吃完布甸我們就回酒店休息了 酒店大堂有店賣熱海的土產 而酒店就是一撲兩四 首先來的前菜有松涌海曼山勤菜 主河豬 煮河豚 煙燻馬膠魚和蒟藥 安康魚乾 梳子魚銀杏蟲葉 和秋刀魚壽司 然後就是熱海的名產跳舞的鮑魚 就是把清酒倒在鮑魚上面 然後再用蒸氣燒烤 鮑魚就會變得非常柔軟 而且更加能夠鎖住它的鮮味 不過就少少殘韻了 因為鮑魚都還在動 調味的就是檸檬汁和牛油 接著就是紅蘿蔔豆腐 鯛魚大葉卷 炸豆腐 刺身就有中拖羅 絲魚、鯛魚和富士豬魚 吃完刺身 鯛魚就剛剛好可以吃了 接著來一碟冷盤 河豚白紫豆腐 蟹肉、蟹味噌和長鬍鬚麵 煮物就是金木雕、水菜和針油脂 煮食就是白飯、麵子湯和植物 最後甜品就是蜜煮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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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片就到這裏 下條片就會繼續伊豆和二海的行程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COMMENT 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 Nya